好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從日本回去台灣了 我現在跟妹妹有一個特別的企劃要進行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在那個關西空港 我們剛下車 然後我們今天要一起搭飛機回台灣 我好久沒回去了吧 然後大家看我們現在一起對不對 其實我們是同一個時間不同飛機 因為我是星空聯盟的會員 我一定搭長龍嘛 他是孩子 對 他為了省兩千塊 好的啊 搭華航 不是啊 我就算多兩千塊我長龍也是進地場嗎 有差嗎 你可以跟我進去貴賓室啊 要不要體驗一下星空聯盟的東西 沒關係 我省兩千塊 不要他要省一千塊 我今天是坐波音787 我想查你那一班 華航大阪飛回台灣是飛333 空中巴士330 所以他跟什麼787有什麼關係 飛機比較痛 航空母講到飛機又停不下來 我是什麼 我787當然就是夢幻客機啊 沒關係啊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兩個人同時從大阪出發 然後我做長龍 他做華航 因為我是商務艙啦 我商務艙一定比較新 然後吃得比較好 沒關係啊 我等一下就看一下 是不是很好吃啊 不要小看華航 好啊 那我們就等一下分兩段牌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全停吧 3分 9分 這樣 23分 所以我們還是算有點早到喔 還是有點想要買一些おみや 上一次來的時候 跟你媽來的時候 喔 那一次因為 太混亂了 太多事件 太混亂了 有人帶菜刀上飛 我的光這一點就非常非常 厲害 對啊 因為他們搭連航 所以他們很擔心行李超重啊 OVER啊 或者是被籃下來之類的 然後我記得你那時候已經有跟他們千交代萬交代說 一定不能超過二人 對,也不能超過二人 然後有些東西需要水深 有些東西需要放多玉 對,我是說有東西要記得水深 要記得什麼閃啊什麼 我好像就是講 我就是...對,有講閃 但是我忘記 可能有一些沒有講到 對,你最終還沒有講到 菜刀不能放水深 請一定要放多玉 然後已經check-in完了 然後行李都推出去了 然後準備出關了 出關的時候發現 嗯?有人被攔下來了 發現裡面有菜刀 菜刀 一隻就算了 一隻就算了 三隻 菜刀 刨刀 刨刀 刨刀跟剪刀 對 來check-in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你有些東西是只能放多玉 有些東西是只能放手柄 但行動店員就不要放多玉 還有提到固丁要記得先試 這孩子 那固丁 你以為是固丁 只有固丁算一隻 然後我就在現場吃固丁 然後看著隔壁三把菜刀 被掏出來 對 我們先陪你 我們先開店 我也沒辦法 不然怎麼辦 不然你們再怎麼辦 浪費我進去貴賓室的時間 不然 欸不是啊 我就很窮啊 我就 我就 我就需要狗內 去 你有沒有哪邊有賣那個 什麼 好啊 我們就看一下 看一下 對阿 然後就分開了 買愛馬 買給誰 買給我老婆嗎 喝喝喝喝 好啦 我們逛完免稅店了 然後現在我們要分開了 因為我在北溢 他在南溢 所以我們 我現在要去我的A&A貴賓室 去享受我的 好喔 對 我幫你查了阿 你有JCP的貴賓室可以進去阿 記得拿你的卡卡 對不對 順便分享一下 其實我今天忘記帶 沒有啦 我有帶 我帶到元大 你賣給 你快過去吧 然後我要去那邊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 不好餓喔 早上又是沒有吃東西的狀態 其實這個對賓室算是不大 不過呢 大概只有 大概三成的客人多 不過食物是蠻豐富的 簡單的咖啡機 然後 這裡 有熱水 然後大阪炒麵 然後這邊有白飯 然後這是飲料的部分 喔 有啤酒 麒麟跟阿薩姨 杯子 然後裡面呢 有紅酒 白酒 跟 就是日本酒 這邊有一些甜點 這邊有一些酒可以喝啦 就是想要喝得最醺醺醺 在上飛機呢 就這邊也可以 我還是建議不要啦 然後來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位子 空橋的位子 不過前面沒有飛機 好 然後食物的部分呢 我就拿了一些炒麵阿 麵包 嗯 還有咖哩飯 結果他把咖哩拿走了 因為他剛剛把咖哩拿走了 就沒有辦法吃了 所以就先吃這個啦 基本上是我第一次進關西機場的貴賓寺 不夠雨天餐點 我覺得那邊貴賓寺的機場 貴賓寺其實蠻大的 那 對關西機場的ANA貴賓寺啊 就稍微小一點點 那比較難過的是啦 就是 我覺得日本機場的貴賓寺 沒有提供美酒 算是一件蠻可惜的事情啦 這個場面算是中規中規 大阪草率 我覺得有點偏鹹 給大家看一下 嗯 還不錯 我等一下應該還會試吃個咖哩飯吧 試一下這肉啊 那就是 通常以往 長龍飛 大阪台北 台北大阪這個行段 都是用那個330的舊飛機飛的 所以我今天這一班呢 是4.87 那 底子來講算是比較好 所以今天才特別選擇這個賣不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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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不知道 不知道 這也不是我的重點 等一下 這裡太多地方被擋起來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 哪裡有休息室 我來看一下這裡 嗯 是不是沒有 喔 好 看起來沒問題 那就進去吧 有咖啡 有可樂 這樣就可以了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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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有一個 - 按摩托里! - 啊! - 喔! -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 不知道! - 啊! - 啊! - 啊! - 喔不! - 剛剛得知一個消息 - 我們的搬機delay了 - 好! - 好! - 我是Zone2 - 所以我還要去等一下 - 現在前面走的人都是Zone1的人 - 啊! - 準備登機了! - husks -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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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要嗎? 果然還是長榮的787舒服 那之前都是搭787-9 所以今天比較難得搭787-10 那787-9跟787-10 主要是插在機身長榮 前方的螢幕其實還蠻大的齁 我覺得是大概是20吋的螢幕 然後下面教他的螢幕 然後點了一杯氣泡酒 來喝 黃石櫃罐長啊 可以獨佔膽窗戶 窗戶一樣是電控器 可以讓它變亮變暗 現在是很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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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來放點多些吧 這是我吃的前菜 哇 好棒喔 阿姆肉 點了可樂跟美酒 秋亞的美酒 那這邊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我吃播的部分吧 這大概是我第四次還是第五次 做長龍787的商務艙欄 順便偷偷告訴大家 這次商務艙我是用里程升等換的 從經濟艙升等上來只要一萬五千里 算是非常的划算 那如果是用真金白銀買的話 這一趟可能要兩萬至三萬塊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斤斤計較的人的話 那我覺得是善用里程 對你來說是體驗商務艙的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我們現在到台灣了 然後呢 妹妹那邊 好像找我四十分鐘降落 因為她的行李一直卡在我這裡 出不去 我打開手機的時候發現 她一直在命我 在哪裡 廢話當然在飛機上啊 什麼命名 下午十幾 耶 我們合體了 我們合體了 我們在這邊等了四十分鐘 有人說因為她的飛機比較高級 然後她又是什麼 黃喜櫃冠槍 對什麼黃喜櫃冠槍 那個行李會第一個拿到 會啊會啊會啊真的啊 對會是一個拿到但是 人沒有到也沒有用 飛機也沒有到也沒有用 出完了 如果你那時候check-in滑航 可能現在已經回台中了 對我現在就已經在高鐵路上了 沒錯 喜了 我會有這種人 說你根本就在牽制我 會框你啊 對 那什麼行李放我 放你在 因為你那邊可以放三個行李 對啊 對啊 我本來自己就有一個行李 而且那個行李才是在公斤 我怎麼樣都沒有超過 哎呦先進到 來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行李來了 來吧 還是得領行李啦 可以啦好不好 好啦我們出來了 好我們出來了 所以你的飛機怎麼樣 我的飛機我覺得很行啊 很行 你都不知道在上面多爽 沒關係我不重要 不是看動畫 我覺得可以提到 可以提到 可以提到 可以提到你40分鐘到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時間去提到 好不好 得吃就好了 對啊 很重要很重要 漢堡牌啊 沒關係 我不用闖到沒關係 我覺得早40分鐘比較重要 因為我在拖你時間 對你現在在拖我時間 因為我現在要準備去搭客 好那我要搭機 我要搭機捷 我們分頭行動 對我們 好那我們現在要等一下 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你很急是不是 你很怕很急 他幫我把我的影片結識 對我只是腳手打一個 你講正確 呃 幫我們 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好 終於講對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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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